我们准备想去 这里是什么私地公园 然后在这里被拦住了 好像不让去 还有我刚刚去问了 不知道他问的是个什么情况 能那么去吗 人都没有 人都没有啊 这里拦住了 去不成呢 应该是不能去 这个季节太早了 好像上面海拔 五千多五千六百多还是多少 我到那屋子里面去看了 没有人 可能人在里面的吧 那去不了咱就挑个头 走吧 那咋整呢 那去不了 刚刚准备去拉没拉错 那边去看一下 结果那里去不了 要好像五六月份才开放吧 我们只有继续往前面走了 这边感觉这些山上 都是摘的这种 小树苗应该是摘的吧 可能有些还没有摘的火 你看那山上那里那么大一片 都还是沙地 像沙漠一样 这边车就比较少了 这一条线上 很少能看见车 这里终于看见有垃圾箱了 我们这一包垃圾装了几十公里了 小咖啡让开 下去把它丢了来 装了五六十公里了 昨天我们住车的那地方没有垃圾箱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丢 一直装着走的把他给丢了来吧 我们这又开到下午了 找了个路边的停车上 先停了来 等会儿做点饭来吃 刚刚黑妹开车的时候 我也翻手机 看见了一条房车 又被人连走的那种视频 因为在云南和海南那边 玩房车的特别多 特别是这种退休的呀 啥的 这种包的就特别特别多 这东西也不能怪别人不让咱房车停 因为有好多玩房车的也挺没数字的 什么垃圾乱丢啊 这辣的呀 对不 也特别特别多你把地给别人搞脏了 环境卫生这些给弄脏了之后 谁会欢迎你房车 没有人会欢迎的 这是实话真的 前两天和我们一起停的一辆车 住了一晚上 我也看见了 本来像这种地方免费的地方 车位就觉得地方比较少 像景区门口啊 他车一停 那遮阳棚一打开 外面桌子这些一摆上一辆车就占了两个位置了 有些甚至占三个位置 这种我感觉也不好 是吧 朋友们 说实在话 虽然说是免费的停车场 但是 你这样一弄的来占两三个车位 房车更不受欢迎 现在甚至我发现还有好多那种收费的停车场 都不让房车进了 我没搞懂是怎么一回事 你说免费的呢 对不 那还能说得过去 有好多收费的 都不让房车进去 那就有一点恼火了 所以说玩房车 咱要从自身的数字做起吧 这样到每一个地方 还好找停车的地方 不然的话 房车那玩的是越来越累 你找停车的地方都找不了 现在那些咱都不说了 说多了 对不 都是累呀 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看做点什么吃 吃了 再看往哪里走吧 这边太阳挺大的 太阳能发电杠杠的